再看到是同樣驚險的狀況 臺中有民眾昨天帶著女兒到雲林 一處知名遊樂園玩水 沒想到使用的投幣式吹風機 卻突然爆出火花 造成女童的皮膚紅腫 衣服也燒黑了一塊 原方則表示疑似是頻繁使用 導致過熱 將會請廠商加強維護 女童的衣服留下燒黑的痕跡 皮膚也有紅腫 家長看著心疼 則沒想到玩水結束要吹乾 卻被吹風機灼傷 事情發生在16號 吳夏街表示 當時帶著女兒到雲林 這處遊樂園玩水 之後使用園區的投幣式吹風機 卻聽見爆炸聲響和冒火花 嚇得不敢再用 原方表示 最近天氣炎熱 疑似使用過於頻繁 發生過熱故障 除了我們每天有來做定時的檢查以外 那我們的廠商也會在每兩個禮拜 來去檢查一次 而在南投草屯這處游泳池 每天也有不少遊客來玩水 吹風機使用率也相當高 為了減低意外機率 除了避免多次吹風機在同個時間使用 也準備好幾批吹風機 每隔兩到三小時就更換使用 我們會在吹風機上面貼我們的購買年限 那我們在人流量大的時候 大概每三小時會做一次吹風機的替換的動作 避免它去做過熱 那定時也會有人員去聞啊去看啊 其實吹風機會就是最大的問題是過熱 業者表示 今年夏天氣溫高加上暑假 最近來客量也多了近三成 由於吹風機屬於高功率又高耗電 所得加強薰檢密度 如果有過熱或是焦味 就會更換新品 而民眾使用時也要注意 避免長時間或是禁師使用 確保安全 記得林健身 彭幻群 雲林南投報導